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现在是下午2点50分 今天台北股市又在创历史新高 但是最重要的量能又收到2300多亿 那这个礼拜我在上礼拜节目当中 我说这礼拜最重要量能要增加 那从过去外资整个的历史经验值来讲的话 这个礼拜来讲的话量能是有增加 但是没有像目前来讲的话 那今天这个礼拜的量能又比上个礼拜要减少 那当然外资也许 我讲也许在休息一下当中 但是这个盘如果说真的要往上走的话 目前的量能绝对是不行的 为什么要跟这样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 马上为投资朋友做解析 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今天台北股市的涨了87点 那当然盘中最重要是有2330的台积电的整个的绳柱 台积电今天量有增加 比上礼拜五增加6000多张 最高涨到610元 然后后来尾盘又被杀下来 被杀下来 但是连电台积电的上涨 没有带动了2303的连电 没什么带动量比上个礼拜五都还少 好像5347的世界先进 也还好涨一块半而已 6770的利基电 利基电涨了0.5元 0.5元 那整体来讲的话呢 今天的报纸工商也讲说 金元代工四雄 整个毛利率在第四季会顺势往上走 下一季来讲就是明年第一季来讲 毛利率往上提升 但对股价来讲好像帮助也不大 那这个大盘其实最重要是这个量能的问题 那这个量能的问题呢 其实我从上礼拜 从上上礼拜开始 我说价 目前看起来整个现行来讲是相对的不错 但是量的部分来讲 一直都没有办法有效的放得出来 但这个礼拜你也可以解释说是外置在放价 外置在放价 但是呢 如果说以目前看的话 如果说以他纯粹外置来放价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来看一下去年这时候的走势 看去年这时候走势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去年来讲的话呢 我们从24号从21号开始 去年来讲是21号是礼拜一 你看这几天2500亿 2894亿 2200亿 2226亿 这个礼拜过完以后 2225亿 这个礼拜 这个过程 2133亿 这五天呢 就相当于我们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那接下来你看哦 在28号开始来的看到量能是2509亿 2869亿 2625亿 2580亿 跟3465亿 是后来是另外一个礼拜的 所以说 在整个去年来讲的话 以耶旦节过后的量能 是要比上个礼拜来讲要增加才对 那现行来讲其实差不多 目前可以看出来是多头排列 多头排列 那去年那段行情也是真的非常的大 从一千三百多点直接攻到了一万七千七百零九点 涨了快两千点 五千点的位置 涨了快五千点 整个来讲的话都没有比较 比较回档 这个都还好啦 这个 大幅会长应该在这一块 这一块 这是在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传出疫情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呢 以这个礼拜来讲的话 跟上去年比的话 量能是在萎缩 这个状况是真的是不太好 那外资真的说会让的动能的减少 会让量能这么减少这么多 还是说在这里来讲的话应该已经是一万八千点了 很多的比较稳健的比较保守的中长线的投资人 其实已经慢慢的在从台湾股市在这里相对高点来看的话 先撤出 先撤出 所以这一点来讲 投资人要特别留意 因为其实你看到每天 当中来讲都快四十几趴 这个当中来讲的话大概就是 每天一定会想要在台北股市操作的 所以说这里不管指数多少 然后不管指数多少 当然这个量能的减少就代表说这个 第一个外资的放假的效应 第二个是否是中长线的资金的退场 这个真的要非常留意 如果说是中长线的资金的退场的话 那这个台北股市来讲的话 宏高真的要特别留意下 第二点来讲的话呢 其实以现在今天虽然占上18048 但是呢 经过了一个高点的过程当中 我们讲这个高点的过程当中 确定能够站稳的话 一定要再加3%的幅度 就说一万八你要再乘3% 才540点左右 540点再加上18034 大概才18600 所以这个指数如果说 真正要有效站上去来讲的话 第二个观察队 如果量不行的话 假设这个量真的就是 2000多亿3000多亿 那如果说这个 假设是这个量的过程 假设这个量的过程 假设这个量都是在3000多亿的话 我们先做假设 量没出来 那真正的能够这个指数 能够站稳历史新高 不是说180345 18048多了10点 我就是站上历史新高 就表面上来讲呢 是站上历史新高 但是就实质上来讲的话 它是还没有站稳 要站稳来讲 就价来讲 一定要超过原来高点的3% 一定要超过3% 那超过3%的位置 就在18600点 18600点 所以说就目前来讲 大盘的位置 就这两个方向 让各位投资朋友做参考 在这里来讲的话 你现在看到这种历史新高 你要不要积极操作 我讲实在话 最重要是看 你在最近的操作的状况怎么样 如果说你在最近的状况 不管买什么个股来讲 都没有什么赚钱 那你没有赚钱 其实也合理 为什么来 我们讲一些 实际的例子 2340的台亚 我们就讲就光了 这波真的非常强 连续三天大涨 你有买到它了 真的恭喜你 那另外3049的核心光电 你看 这算是有在连续涨的个股 但是呢 你说看到这样的股票 多不多 真的不多 为什么 真的能够连续涨的中小型 个股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你如果说我们讲几几个例子 上个礼拜有几档涨停板的个股 比如说8183的金星 来你看 昨天上礼拜是涨停板 这一根是涨停 这一根是涨停 对不对 我不知道应该你还记得 你看今天就是开平 我说涨停的个股 你不要一开平或开低 你就先走了 你不要期待什么 会常的股票中涨停板一定至少要开个高 开个高 才是安全 才是安全 你看金星今天就这样跌下来了 就这样跌下来了 那你看昨天上礼拜五 市场讲最多是康书 对不对 哇 那个许董的儿子啊 康书要多厉害多厉害 你看涨停板外资大买 一万四千多张 然后买超第一名 还第二名 你看今天一开 你看今天开多少 今天一开 你看开盘 平盘 39.95 连涨一毛钱他都不愿意开 那就代表什么 先跑再说 你如果有的个股就先跑再说 我们上礼拜我们是说我们讲华兴科 我们华兴科卖掉了 对不对 我卖的很低 我卖50块3而已 但是你如果没有卖 你今天早上你希望你有卖 如果你有的话 你不卖的话 今天就从52块跌到 5052块跌到49 你就说老师那跌1块钱也不多 是没有错了 整个现行来讲是不会 不会看起来是太差了 但是来讲的话 你现在来讲等于说在操作上面来讲 你这种中小型个股真的是他要怎么涨 我就华兴科我本来说操作来讲我本来就认为顺势 你在上个礼拜五一开没有过一个高点就算了 我就反正这种股票这玩不赢你就算了吗 对不对 我就就就就算了 我就小赚3%就走人了 那如果说你遇到这种5245的那你怎么办 他涨了很多了哦 但是我要跟各位投资朋友 现在来讲你不要遇到这种一开盘就直接灌的这种中小型个别股 你说在这个18000点的这个历史新高的上面的过程当中 你说是真的很多人很想这一波来讲都是小赚 你说要真的赚很多钱 只为你买到这些像比如说像台亚就是以前的光链 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不然你像最近什么电动车概念股4739 你看康普量收到2000多张 你看礼拜四的时候还多还多少 21000张直接收到剩10分之一 直接收到剩10分之一 但现行来讲的话还是没有说破坏很大 那也许这里是买点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以现在来讲的话 你在操作中小型个股 来讲你的整个的财户都掌握在主力手上 你说基本面大家都看很好啊 所谓的很好是反正他明年趋势一定是往上涨的嘛 康普最新的我看最新的报告 本来明年估5块多 今天他估4块多吧 明年估5块多 现在已经增加1块钱到6块多了 那增加这6块多 那我也不晓得这176.5是不是反应过了 还是会再反应 那电动车来讲大家知道是一个大趋势 大家也都知道这大趋势什么电动车啦 元宇宙啦 其他讲都讲了不知道怎么讲了 半导体啊 对不对 但是呢 股价来讲在这里来讲呢 就不是不会涨他嘛 你说第三代半导体3707 旱雷今天有涨了 等于被台亚终于带动一下 那今天终于涨上去了 那最主要是明天看能不能续涨 好今天看能不能续涨吗 2340终于把他带上来了 那现在3707 然后3016今天应该都会涨一些啦 对不对 涨了4块钱 今天终于开始涨了 那十字线来讲的话 也今天来讲也有点有效站上去了 好有效站上去了 这些时间都有站上去了 那再看明天啊 第三代半导体是大家也是朗朗上口的 朗朗上口的 那这里来讲你看他的新高是在154 加金来讲 那这里来讲136.5 那整个现行来讲 当然就变成说他受制跌破月线 这条是月线 这压力一定要过 一定要过 所以说这些终于小钱个别股来讲的话 你说2497的一粒片 好你看今天 就这样往下刹 我说我上礼拜有跟各位报告吗 你说这种个股 前三季赚0.07 净值10点多 大家讲说台头显示器 那台头显示器到底是好 他明年到底雇多少钱 我们现在看到的报告是明年雇两块多 以两块多来讲的话 他从今年差不多不会什么赚什么 大概赚的 五毛差不多吧 你说五毛到两块钱是不是大股成长 是成长四倍 成长四倍 你说股价来讲 他可以从这里开始起仗 这里43块 涨到91块 涨了一倍了 那涨了一倍来讲 他本益比如果说以两块多来讲 本益比30几倍 35倍左右吧 35倍左右 35倍到40倍 你要在这里要再买这种个股吗 你说他后年还会再更好啊 对不对 那我就不晓得 所以所以这里来讲 这种 呃 涨多的啦 我说涨多的这种中小型的个股来讲 你自己一定要特别留意 你说这一波你做的很顺 啊这买买光的也涨 然后买台 那个台 那个 3049 你看核心你你买到都对了 那恭喜你啊 对不对 你不要买到什么金星啊 那就是涨停板去追 今天没跑今天就下来了 又又赔钱了 哦又赔钱了 哦所以这里 其实我这边每天在看那边盘来转来转去 整个盘式的过程当中 现在来讲的话 我上个礼拜跟各位报告说 这个大盘真的要涨 要真的站稳 那今天要涨啦 但是我上个礼拜跟各位报告的 我说中小 中小型个股就是个险神通嘛 就是你想涨就涨啊 因为毕竟大盘还在涨嘛 就看这个阻力他想法在哪边而已啊 但是全职股不涨 对不对什么金元代工不涨 今天报纸报那么多还是不涨啊 啊为什么终于在两天 量就没出来嘛 你看2303的联电 今天 还是一样啊 开高走低啊 收平盘啊 但是量你看四万多张 上礼拜五还有七万五天 马上又说三万张走了 那你说这种量怎么涨得上去 那重点说 好 那这个量你如果说 现在会看说这个量增加是要往上往下 对不对 以目前大盘目前至少价来讲是相对乐观的 所以说以联电你说这里 假设我们来假设联电真的跌 你觉得会跌到哪边去 对不对 假设联电真的会跌 假设我们说看他看跌 你觉得联电要能够跌到哪边去 一家明年都估到五块钱到五块半到六块 像我看法刊的报告 大概明年都估到五块半到六块 你说安拉联电呢 你说十倍本益比 你说便宜嘛也是便宜 哪一天便宜不能但是你说一家公司 如果以联电这么大的公司 明年都会赚到五块半到六块 你要他跌到哪边去 这就是为什么在明年大盘 大家为什么都看相对 你说再跌也是一个区间整理 就可能一万九一万六 大家都这样猜啦 我就只能讲是这样猜嘛 对不对一万九一万六嘛 因为明年的整个状况 其实大家都慢慢明朗了 比如说RFD升息是确定的 升三马 升三马是0.75 我们台湾鸭鸭也讲说 我们明年下班也会升息 现在又在打房又打得很厉害 土银已经在专案把你一家建设公司 所有的土地全部串联 你在全台湾买的土地 盖多少 有没有盖有没有养地 有多少地 都在做这个调查 现在银行来讲一定会启动这样子 这一块调查 所以你说以目前来讲呢 你不要看黄地产 黄地产的股票先不要碰了 我们先看黄地产的股票 博健本来就没涨到 国产做混凝土也不太算了 你看国阳 本来讲说高雄 黄地产涨到那么多 对不对 国阳是高雄 本产的 本地的 你看 国阳这样跌 泰社也没涨 全坤生太子也没什么涨 龙邦也在这里 中宫 新建 贯德 你看都在反映 你看贯德这一波还算田积 蛮漂亮的哦 但是你看是不是在事前在反映了 黄地产的 你看金城银 这一波你说高雄黄地产大涨啊 黄地产涨 你看股价从这里涨到最高51 你看今天跌跌跌跌 他有块基隆那块地应该 不错吧 好那块地你看就这一波这样跌下来 好所以说股价如果说这样跌的这样涨的 你只要破十字线你一定要先走 我这个我跟各位报告 只要股票有涨一波的 好算是他你看他从这一单有没有涨一波 对不对 你这里不卖的话你就 就等着套牢吧 好就等着套牢吧 所以在这个月高点的位置上面投资票你要注意点 你一定要风险意识要越高 不要越长越乐观就是不对的 你要乐观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自己操作来讲跟这个盘式 在操作的整个过程当中符合你的整个操作的策略或模式 那也许是你命好 我说这种投资的东西 本来就是天空财的啦 好就是说你哪有人做这种操作来讲的话说一定都会顺的 那如果说你不顺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举 无理障碍说你就一定要说了只会说就是说你就操作来讲的次数就不要那么积那么多了 不要连续五六次都赔钱你要一直在买股票 一直想要把数的拉回来撞回来那是不对啦 那是不对因为盘面上好不好做 其实如果说你有在这市场久一点的人就知道大家都有一定的经验值啊 只是说看个股来讲有自己的sense存在吗 但是你如果说照原来的策略去做的过程当中 你真的赚不到钱就代表说这个盘已经不好做了 现在在涨 所以最好的策略是什么 先走稳健获利的模式 先把 这一波来讲 会涨 但是又不想 又怎么又不想错过他 对不对你毕竟是真的在涨啊 那就买那种 像 没有什么涨的 这样反正看好的 就等嘛 就先等看看吧 就大盘还没真的破 比如说大盘还没破一个 量到3500亿 对不对 你先设定嘛 我的设定是这样子的 大盘还没到3500亿以上 而且 点数跌了2200点 你没有看到这样的一天的过程当中 你当然还是可以持股 但是这个持股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买相对低的 比如说假设你不知道怎么 就买日月光就好了 对不对 你说老师也不会涨啊 是啊 但是你觉得他会一直在这边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 今天不是Intel说 要扩展对他有好消息吗 但是量能不增加 你看投信 YG也在买 2303的联电 对不对 那货柜三雄 那是货柜三雄也不会涨啊 但是 你看他这里来讲已经整理了快两个礼拜了 月线也开始在上来了 那你说讯息来讲的话 哪有 哪有什么不好的 你看他的讯息 对不对 SCA5还创新高 好已经来到了 4956点 4956 4956来讲如果这个数字能够维持到明年以上的话 这些会贵公司至少 EPS都六七十块 当然也许这是梦想啊 不晓得 那我们这个谢总 他也讲了 他现在当万海总经理吧 明年海运获利不比今年差 好 人家 这个 这个 这个人讲话你要不要信 你看 这是长荣 扬明海运 前董 做 都做过长荣扬明的 前董事长 你觉得他对海运会不了解吗 对不对 然后呢 铁狗预言 明年 就是2022年 海运市场会不错 能见度看到第二季 6月 美西 码头工人换约 罢工一律 恐让货主 提前出货 并让美国总统拜登有机会出手解决 运输 拥塞问题将于 较今年是好转 但仍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格局 这是他最重要的说 你现在看这个货柜不要只是看塞港 其实最重要的是真正他基本面 需求真的是大于供给 估计 明年海运获利应该不会比今年差 那谢志堅表示全球海运业今年大发力是主要是塞港造成 船舶运利货柜供给不不不足 明年供不应求将持续 据 德鲁里 这是反正这三大的海运研究机构之一 量 货量会增加5.9% 但船舶供给增加4.5% 所以明年第3季 第3季航商引运 还是会不错 他一直说明年第3季之前 明年第3季之前 这在讲 他引用了专业机构的预测 他说明年全球的货柜 轮总获利会达3000亿美金 代表今年最少会有1500亿美金 明年也会有1500亿美金 所以说他看2023到2024年全球航运市场变化会比较大 他说变化比较大并不是说他一定看坏 只是说他目前看的话 这一篇他对外 讲的就是说他对明年的景气的看法 对海运机构是确定的 获利会比今年好 他已经定这个调了 长荣 衙民望海 明年的获利会比今年好 那我说其实之前我跟龟头这么报告吗 其实就海运来讲 那明年法人的估计 其实有人是看相对比较弱的吗 对不对 有人看比较相对比较弱的吗 来来看 这个是 这个三家 这从不同的 有人估计 这 这是红圆 这红圆 你看 46465646554555 然后这个来讲的话是比较差 有没有 363536 但是他是看买进 他常常看160 那一样另外一家他还是看 32 29 30 这他是最保守的 全台湾看海运最保守就是这一家的投股 看中立 那当然谁对不知道啊 讲实在话 但是至少我刚给你看了谢之间这个是传记的大佬 就像狂虫人一直在接受媒体的报导说 其实真的很多那个尤其大家都问说摩根大通那一篇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他说 根本他没有去拜访他们啊 他就自己想象而已啊 他都用自己的想象拿去写的啦 连公司去拜访都没有去拜访过啊 没去拜访过来讲 他说他根本对产业根本不了解啊 最主要是讲说你说手机不好 但是手机你看今天报 有看新闻的话 手机不是比今年会大幅成长吗 今天来讲的话 那PC 大概是持平啊 或想要衰退或想要成长啊 但是他说电动车这一块 原宇宙这一块尤其电动车这一块来讲的话 电动车除了制控以外 哪一个用到先进制成的 还是要成熟制成来做啊 所以今天如果看电子18年看说就8寸晶元来讲的话 到2025年都是缺货的 那中心的制裁来讲的话你可以看有时候甚至会 制裁是看他怎么程度而已 不会说马上就像其他的什么 中国宇航要直接就禁止他不不敢啊 因为他考虑到美国公司的一些利益 但是他也会用各种的手段去 钳制他 所以他他讲的很清楚啊 我们公司明明他说 我以我我们以他的高度 他在看明年的他的单子都已经满到不像话 甚至后年都在谈单子 那外资都看我们不好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 只能讲说他自己来讲 至少 他讲一句话我就有道理啊 他说你他写这些报告从来没有去拜访过 联电台积电利基电 他去拜访没理他了讲实在话了 因为摩根大通从头到尾对台湾的半导体 从今年年初看到今年年 全部都看坏了 那台积电也看得很差啊 对不对 没有没有一直看好的讲实在话 有了他电话课看好了 电话课看好了也有上去了 其他人都都惨了 那金元代工都看他看很差 所以这里来讲我只能跟各位报道说 整个 台北股市你说这些公司 赚了这么多钱的公司 以茶农来讲的话 假设两年能够赚到 90块100块的公司 股价140块 如果都占不上去的话 那有的话 台北股市我真的在涨的过程上 有的就是投机性的买盘 中长线的早就溜光了 跑光了 所以剩下愿意在市场里面做投机的 就像买2340的这些 对不对 你说明年他能够只是换一个名字而已啊 股价可以从30块涨到现在70几块 那你说你现在你刚刚你在低档没有做到 恭喜你嘛 但是如果说你低档没做到 你到现在跟人家在 说讲这个台亚的话 没有没有意义啊 真的是没有意义了啦 你说这上去 我不能讲说他不会上去啊 但是就现在我就这个点的风险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 这些个股来讲就像一粒店一样嘛 风险都已经往上提高了 都已经往上提高 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你要买个股 要就假设你空手 想买股票的话 但你有台亚我真的恭喜你真的赚大钱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些 真的 在今年涨了相对多的个股 在低档的 在手上的 你在手上当然都可以续报啊 没有叫你要卖啊 我说讲这个你要重新 现在来讲 我要买什么个股 在想要买什么股票的 那我建议你还是从一些 大型的 全职股 去着手 去下手相对比较好一点 那这一波你看钢铁股也开始在陨落了 你看2014的 中红 你看今天就直接破十字线 这都是 有点危险性 而且你看投信 买真来买假的 买了这么多还这么跌 在买什么啊 对不对 他在买 他在买什么生的 看不见 有人讲说这是在调指数的 不知道 你还是注意一下技术面的一个变化 会洋来讲还好 会洋还是没有破十字线 没有破十字线 那航空股 你看外资不是卖吗 你看今天华航还不是人家照涨 对不对 开低走高 有没有 长楼 都还是慢慢 穩穩的站上十字线 是不是外资今天我们回来买 我不知道 讲自财话 外资有时候他真的笑 我说一天买一天卖不知道干嘛 康书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说康书今天他一定卖的 一定卖 所以这里你说有这种 量能来讲 他不会像一些小型股 一下子刷一下就可能5%10%就没有了 你想停损了 瞬间 你从大型股来讲真的不对 你要跑也都 至少能够 充容的跑掉 充容的跑掉吗 如果真的涨上去 至少能够跟着获利吗 也许 你没有像什么 台亚 每天涨停 对不对 那有几个能够做到这样的个股呢 有啦我觉得应该有老师做到了 但是不可能 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个股 所以这里要获利来讲我会建议你还是去 转向一些 大型的全职股整体来讲的话相对 真的是比较安全 比如说 人家比如说我今天传给我们 会的2382广达 好广达人家今年他 2382广达好了 你看他慢慢也在往上涨 目标价格107块 你看他现金也是很漂亮 投心也在买 只是他涨得慢而已 对不对 但是你看他现金也是很漂亮 现金也是很漂亮 我会都看得很清楚 获利多少都写得很清楚 你说那当然你说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 也没有中很多啊 88到91要不多 但这里来讲 还没有过新高 但是从这里开始 大盘的创新高了 你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特别 留意一下风险 尤其如果量真的没出来的话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的 好 股市龙传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 就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我想加入会员 欢迎 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新视窗 第一个 网址 按进去 会看到我们右边 股市龙传 入会及持股 见诊申请表 可以把姓名电话号码还有持股 明细 填上去要参加会员的有三个话 那你选择 填完资料 按提交 我们服务人员马上跟你做联络 另外也可以利用QR Code的部分 扫描进入LINE AT 做互动 也可以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订阅股市龙传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有盘前焦点 盘后解析两个节目单元 做台北股市专业分析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朋友操作顺利赚大钱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